首先关心财经讯息 美股在新的一周就碰上重挫颓势 周一收盘四大指数全数崩跌 标普下沙快4% 创下去年3月以来最低 跌入空头熊市 因为市场认为联准会大规模升息 压制通红势在必行 也导致美股恐慌指数在盘中一度飙升快20% 华尔街日报更指出 联准会这周可能会将升息三码 也加速美股抛售潮 豆虫指数收跌876点 纳指跟费半也大跌4.6%跟5.61% 欧洲股市则是因为通膨持续飙升 加深投资人的疑虑 三大指数都收黑 跌幅分别在1.53%到2.67%之间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注意